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好久不见,最近因为公司在做业务结构调整嘛,就一块新的任务分到了我这边 最近就忙着在做业务的摸底和交接等等吧,大概有十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我是很想念大家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呢 也借此机会之前看到我求职系列视频的同学,最近应该也拿到offer或者已经入职了 那我们就聊聊该如何做一个新人,融入新的业务和新的团队 今天的内容会适合以下这种情况 第一,你是一个实习生,进入一家公司,完全不知所措 第二,是应接生或者跳槽进入一家新的公司 第三,公司内部换岗或者接手了新的业务 当然,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那么加入一个新的班级,一个新的团体,加入一个新的项目 其实我今天的这些心得和方法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我要给你非常非常多的信心 就是要对自己新人的身份引以为荣 作为一个新人,差不多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即便你不懂任何的业务,工作中老是出错,什么人都不认识 大家也都会非常的理解你和包容你 而这些情况呢,在你变成老人之后也会经常发生 但你面对的环境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厚着脸皮去找任何一个人问任何小白问题 甚至连别人和你对接工作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告诉他 不好意思,我是新人,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或者请从头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核心意思就是,这件事我现在就是不干,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洗脑,我不懂业务非常正常,我不认识同事也非常正常 这一切都很正常 而从现在开始,我每做对一件事,每听懂一次会议 都是我非常大的进步,要给自己点赞 其实无论哪种情况,想要快速上手新的事情 就要面对三个问题 跟上项目,熟悉业务,融入团队 那我们最迫切的事情肯定是先平稳的接手这个新业务 先做好一些现阶段执行的工作 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要找相关方去读问题 这个相关方首先,第一个就是直属汇报线的老板 老板可能并不太清楚这个项目的细节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他整体的业务版图里,这块业务到底意味着什么 希望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些是老板比你要清楚的 甚至是说这个项目的KPI是什么 要把指标做到什么程度才满意 这些都可以直接问 我相信大多数老板都会欢迎你去这么问的 因为这说明你对业务已经有了思考 第二个要问的就是项目的交接方 除非说你碰到的是一个从0到1的项目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人把之前项目的一些积累交接给你 很多实际的问题都需要他来解答 要涉及的问题包括说业务的背景和发展现状 业务之后有没有计划和规划 有没有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或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做 涉及到跨团队合作的话 每个团队的接口人是谁 当然再具体到你要做的事情根据这个问题清单去查了补缺就可以了 第三个要问的是合作方 比如说我是一个产品经理嘛 如果接到一个新的项目 那我一定要去问相关的研发测试运营商务等等吧 一个是大家相互认识一下 另外是看看他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想法 毕竟每个人都会有本位主义 从他们的角度可能希望从这个项目得到的东西和我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就可以从侧面收集到很多信息如何把项目做得更好 以及如何能够调动大家更好的支持你的工作 好刚才说的问人是第一招 那么第二招就是要去索要历史文档 这个文档可能不局限于那种写在word里的才叫文档 而说之前重要的邮件 重要的设计图 甚至是合同协议 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 这些能够拿到的就全部拿过来 就好好了解一下之前业务是怎么做的 当然也要及时的去阅读这些材料 遇到问题就第一时间和你的交接人去沟通 职场上嘛 当然原则上它应该是好好的把这些事情都交接给你 但是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 它有可能只会留一周甚至是几天的时间和你交接 那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的窗口期 第三招就是抓住机会多做事情 勇于承担责任 毕竟你问再多的问题 看再多的文档都不如自己实际下手来的直接 不管事情有多小 哪怕只是整理一个文档 给同事传一个话等等吧 先把这些非常琐碎的小事都能把它做成 等你发现自己可以顺利完成每一件琐碎的小事情 那说明这个业务已经上手了 刚才说的这些跟上项目还比较偏执行 但如果想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成长 有自己的思考和产出 那就必须去熟悉这个业务本身 熟悉业务在我看来呢是分为长线和短线 我定义的短线就是在短时间内对现阶段的业务情况形成快速的认知 第一呢就是到网上去查相关领域的一些行业的报告 或者是商业评论的文章 从别人已经提炼过的这些观点里面 再去思考的话就会事半功倍 第二点呢就是找那些和你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和产品 进行对比和思考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别人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 而是要学会如何去看别人的思考路径 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策略对你是什么影响 而你现在面对的机会可能和别人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直接去问客服 一般来说客服的手上都会有大量一线的用户的反馈 拿到这些第一手的反馈 哪怕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能把它整理出来 把问题抛出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了 好了接下来要说长线 我所理解的长线就是对一个新领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 就会涉及到整个行业的背景 业务的理论问题 法律法规等等 要从这些宏观层面去形成认知 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说互联网教育嘛 那么教育部对互联网教育下了什么新的指示 小生初需要考哪几门课 特招生要做什么补习 这个行业里家长是如何选择补习机构的等等吧 这些知识体系并不是你短时间内能够去形成的 一旦你能够坚持下去日积月累的去了解去学习 你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就会变成你的职场护城河 别人就很难去取代你的工作 而且也不要觉得我可能刚毕业不久呀 这些问题太难了轮不到我去解决 但是谁也保不准机会到底什么时候会来 如果真的给你了一个做决策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这些知识去做储备 那岂不是更难过的事情 第三点就是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 如何融入一个现有的小团体 去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方面因为大家的性格和背景是不一样的嘛 我相信有很多的方法和技巧 你有什么之前的成功案 你也可以发弹幕告诉我 我这里所说的也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心得而已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新到一个团队尽量还是多听少说 因为自己对整个环境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你并不清楚大家是什么风格 谁和谁关系比较好 谁和谁之间可能有矛盾 可能一不小心说错话就不太好了 另外就是多去执行少争论 这个可能更多是你和老板之间的一种沟通吧 老板交代给你的工作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是否赞同 想不清楚的时候就先去做好 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形成自己对业务的判断力 你就先不要着急去发表自己的想法 最最可怕的就是一味的否定这个方案 但是自己又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结局只能是事情你一样都没有少做 还给老板留下非常坏的印象 另外在互联网公司比较常见的和同事拉近关系的方法 就是一起吃饭和送点小礼物 好好利用午饭的时间和同事一起吃饭呀 大家可以聊聊天 也不局限于工作 可能最近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 在看什么电视剧都可以随便聊一聊 另外就是平时给大家纷纷水果呀 从外面旅游回来的时候带一点小礼物等等吧 东西并不用很贵重 主要是一份心意 像我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后台产品经理 但其实后台的产品其实逻辑更抽象 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做过互联网行业的文科生 其实是门槛非常高的 后来真的是没办法 我就每天缠着我们的研发团队 中午和他们一起吃饭 这样大概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业务从头到尾我给问了一遍 到后来大家变成了关系非常好的战友 这就要聊到我认为荣物团队的最高级 让团队对你产生信赖感 为什么这个团队一定要接纳你呢 最核心的是你要能够成为一个 可以并肩奋战的战友 这就需要你在工作初期的时候 不要放过任何一件小事情 在团队里发挥自己的作用 让大家感到足够的信任和依赖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想要融入一个新的业务 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记得要长按点赞三连每一个